第2题 好 试解下列各个不等试 好 第1小题的部分 3x加1 小于等于x加6 好 那我们这边要怎么做呢 我们当然是尽量以x为正的 好 把x这个部分呢 变成正的 这样子会比较好计算 因为变成负的 你等一下乘上负1还要变好 然后常常你自己就会 不小心又算错了 好 所以我们呢 以它x的系数 我们让它变成正的为目标 好 左边是3x 右边是一个x 所以我们呢就把右边的处理掉 好 我们把它减掉 所以就是减一个x 好 右边减了 左边当然要配合一下咯 好 那再来 我们就要处理这个 常数 好 左边是1 右边是6 好 那我们把这边的x 右边的x处理掉了 所以我们当然就是要把左边的常数处理掉 所以呢 左边减1 跟着右边也减1 好 这边呢 左边的把它处理掉了 好 整理一下 左边剩下什么呢 3x减x 所以是两个x 小于等于 6减1 所以等于5 好 两边再除以2 所以x小于等于2分之5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2倍的括号 x加2括号 小于3倍的括号 x减2括号 好 那有括号 我们当然要先把它乘开咯 好 乘开用分配率乘开 2x加4 好 2x加4 我们把它写下来 好 那右边呢 3x -6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x要以哪一边为主 我们要杀掉哪一边 左边好 右边好 记得一个原则 让x的系数变成正的 会比较不容易出错 所以呢 我们只好杀掉左边咯 所以-2x 好 左边右边都减 好 那这边呢 x减掉了 常数的部分呢 我们是不是就要把 右边的常数处理掉 本来是减6 所以我把它加6 好 左边也一样加6 好 然后最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写出来咯 左边的话 常数4加6是10 右边呢 3x-2x 所以算一下x 好 所以10 小于x 但是我们的答案要这样写吗 不习惯对不对 所以我们呢要把它从右边念回去 好 从右边念回去就是x大于10 所以就是x大于10 好 这是我们第二小题的答案 好 接着第三小题 好 第三小题看起来好像比较长哦 但是没有关系 它是一样的做法 好 那我们试着快一点点来做 就不要把每一个步骤都写得这么的详细 好 来 6x 减3倍乘上括号 好 那我们这边呢 就直接把它分配率乘开 所以减326 所以就减6x 然后这里呢 负3 减3乘上减5 所以就变加15 好 大于4x加3 我们先整理一下哦 这里 本身就可以去除掉了 所以是不是剩下15 大于4x加3 好 那这边 只有这边x 所以我只要把这一个3处理掉就好了 把这个3处理掉 好 所以我们减3 右边减3 左边也减3 好 右边的处理完了 所以剩下什么 4x 左边呢 剩下12 好 中间呢 是原本的符号 大于 好 接着呢 x是不习惯写在右边 所以我们一样把它 倒着念回去 4x 小于12 好 最后一个步骤了 两边除以4 好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x小于3 这个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答案 好 第四小题 第四小题的部分呢 看起来有分数 所以呢 我们要把这个分数变成整数 好 这个分母是2 这个分母是3 所以我们取最小功倍数是多少 6 好 所以我们呢就把它写清楚咯 好 这样子你们也比较容易学 但是呢 请你记得自己多练习之后 就不要这么麻烦了 好 不然你会觉得说 我算一题数学 我就要算好久好久 好累好累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 你一开始学的时候 要写得很详细 但是你已经会了 熟练了 很多东西 步骤是可以不用这样写 一步一步的 好 我两边乘以6之后 来乘开 好 那记得这个是乘哦 不是X 虽然我写得很像 那不然我处理一下好了 不然等一下 看起来都会超像的 刮好的这边呢 我们是可以不用写 但是这个1的部分 这边一定要写 那我们就写点 用点来做记号 这个点也是乘法的意思 好 那我们乘开 6乘上2分之X 2跟6约分 是剩下3X 好 那再来这边 6跟这个分数去乘的时候 3跟6约分之后 是不是剩下2 所以分子的地方呢 全部乘上两倍 好 2乘上2X 就是4X 再来 2乘上负1 好 2乘上负1是多少 负2 对不对 好 小于等于右边的6 好 接着呢 我们把这个括号去掉 3XX 3X-4X 负负得正 所以加2 所以加2 小于等于6 好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哦 所以得到什么 负X 小于等于多少 像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写了 这么详细了 左边减2 右边减2 所以就是负X 小于等于4 好 接着 这个负号怎么办 乘上负1 然后要干嘛 记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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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编号 所以乘上负1之后就是XX 大于等于负4 好 接着